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继续讲这个西克教,教主Gurunana Dev的故事 那重提一下,就是这个教主Gurunana Dev 他就有两个徒弟,非常亲近的徒弟 一个是Bala,印度教的Bala 还有一个就是回教的Madana 所以他一个人,他是西克教 但是他可以容纳其他的宗教一起 所以他们三个人,就三个人一起到这个Kashmir那边 所以一个师父带着两个弟子 所以叫做三人行必有个事 这个师父就是Gurunana 那他到了一个村子的时候 那村子的人都相当喜欢这个Guru 所以呢,他们就好好的招待这个Gurunana 而且呢,就把最好的奉献出来给这个Gurunana 那当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叫做 婆罗门的论师 Bandits Bandits就是婆罗门的修行人 那他看到了这个,就感觉心里不是滋味 不太高兴 那他也要去看个究竟 那他就,这婆罗门的修行人啊 他是有那个神通的 他神通就是飞行 飞毯啊,用地毯来飞行 那我们中国人都是啊,藤云驾雾 用这个云来飞行 好像这孙悟空啦 还有我们神话里面的那些仙人啊 都是驾云了 但是在这个 印度啊,还有中东地方啊 都讲用地毯来飞行 那这个婆罗门的修行人啊 他就用这个地毯 飞到那个Gurunana Dev 讲道的地方去了 那他从飞毯下来的时候 奇怪了 他看不到Gurunana 他就看左看右 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就是看不到这个Gurunana Dev 他就想啊想 他就觉得 是不是被村民作弄了 在这边和我开玩笑 所以他觉得 应该是吧 应该是被作弄了 所以他就想飞回去 但是奇怪的事发生啊 他飞回去的时候呢 竟然他的地毯飞不起来 那这场面相当尴尬 他就卷起来了 把那个飞毯啊 那地毯卷起来 然后就走路回去了 他回到家里就 不断想一想 不如我去问一问我的邻居 我邻居和我比较熟悉吗 他应该不会骗我 那他就去问他的邻居了 他问他邻居说 今天你有到那个 Guru Nana Dev现场吗 你有吗 有啊 那你有看到Guru Nana Dev吗 当然有啊 那为什么我看不见呢 邻居说 不可能吧 那所以啊 这个婆罗门修行人 他就决定第二天 再去看一看这个 看能不能见到Guru Nana 他就第二天 他就谦虚了 他就不宣耀他的神通了 他就决定走路去 就很踏实 就很平时的走路过去 这次终于他就见到Guru Nana Dev 那他就问了 Guru Nana 昨天为什么我见不到你呢 Guru Nana就告诉他 因为你的ego 你的自我很大 你看不见别人的 你只看到你自己 你看不见别人 而且在这个 这个傲慢 炫耀的那个状态 你是黑暗的 所以你看不见别人 而且你是黑暗 那怎样看得到我呢 那这个婆罗门修行人 他就问了 那为什么我飞不起来呢 这Guru Nana Dev就告诉他 为什么你要飞呢 为什么你要用地毯来飞呢 而且你看一看 这个小鸟啊 蝴蝶啊 蚊子啊 蜜蜂啊 它们都可以飞啊 所以为什么你要学它们 这些昆虫飞得比你还好 为什么 因为昆虫 昆虫一 它不需要用地毯 它就可以飞 二 它不需要修啊 修努力去修 修出来 才可以飞 这昆虫本来就可以飞 为什么你要学它们呢 所以啊 这个婆罗门修行人就说 嗯 那我也看到你的确是有一点智慧啊 那顺道要提一提的就是啊 这个呃 还有一个故事 也是和这个神通 也是和这个呃 飞行地毯有关的 就是回教 苏菲派 苏菲派里面有一个 女神秘主义修行人 叫做 Rabiyah 这是蛮出名的啊 这个Rabiyah 这Rabiyah呢 有一天啊 她就在她的村庄那边 呃 做她日常 日常的这个作息啊 那来了一个 另外一个修行人啊 这个回教的修行人啊 叫做 哈善 那哈善见到这个 Rabiyah 他就 宣要给这个Rabiyah 看了 他就把地毯 放在 这个河面上 河面的水上 就在那个水上 祈祷 然后就叫这个Rabiyah 看了 你可以吗 要来和我一起祈祷吗 那这个女苏菲 修行人啊 Rabiyah就 说 啊 为什么你摆这个地摊 好像摆地摊那样 而且啊 好像在卖什么东西 看我 这个Rabiyah就 把这个地摊 丢到这个空中 然后 然后他 跳到空中那边去 做他的祷告 做他的 Solat 这回教祷告 然后他就告诉哈善说 上来吧 上来一起祷告吧 所以这个哈善就吓了一跳 他的神通不能够飞天 所以啊 这个Rabiyah又从空中飞回下来 就告诉这个哈善说 这个鱼儿 这个鱼儿也可以做得比你好 在水上面 在水里面做得比你好 而我呢 我在空中 蚊子也比我好 能够在空中更加久 所以这个Rabiyah 就告诉这个哈善说 所以你看 我们要走的这个方向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 修行的这个方向 不是走这个神通的方向 所以啊 这两个故事 一个是希克教族 一个是这个回教 苏菲派 神秘主义者 他们两个 这两个故事啊 都是不注重神通 都是可以说有点 看清神通 可能是神通 是一个生生灭灭 不是永久的 有一天 他也会失去的 这个神通 另外就有可能说 这个神通 有很多事情 神通也不能够帮助的 比如说 人的烦恼啊 人的这个心结啊 人的这个创伤啊 都不是神通 可以帮助的 所以啊 这个 但是如果 有的人 他能够不执着 而且很有智慧 然后借用这个神通呢 啊 那就 另当别论了 那就讲到这里 今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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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